What's up everyone 我是你們的恩西君 AKA MC君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為什麼老是有些人 會相信自己喝醉後 會過得好好 你沒有聽過 酒後勿勢 酒後亂信 酒後駕車 這絕對不應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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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後還會掉東西 喔 掉包包 喔 掉筆電 喔 掉履歷 喔 掉眼鏡 喔 掉鞋子 在這麼多的狀況下 大家想說 怎麼辦 唯一防範的方法就是 在事前就準備 防範勝於治療 所以我們今天要告訴你 在喝酒前 要怎麼準備你的裝備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如果你看到我 在家裡有這樣子的錢包 那就表示我前一天去喝酒 這是我正常 平常在使用的錢包 它比較大 所以它沒有辦法放在我的前面口袋裡面 它只能放在後面 但放後面喝酒就很危險 因為你可能在錢櫃啊 喝酒搖一搖 它都會掉出去 那很麻煩 我不會換成這個小錢包 啊這個小錢包裡面 我有故意一個小設置就是 我放了一張 只有兩萬塊額度的卡 防止我自己喝醉酒 後面的山材桶子 這樣子放進來 輕鬆自棋 好放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 這是我正常的鑰匙大小 但我喝醉的時候 這東西就變很定位 那你喝酒的時候 你根本不用帶這麼多東西出去 所以其實 車鑰匙不需要 摩托車鑰匙也不需要 最後我只會剩下這樣子 這是我的車梯遙控器 所以其實我喝醉酒 進門的時候啊 都是走車梯進來 那你看 放進去囉 也很好放 那我們再來看 手飾項鍊的部分 我基本上出門是都不會帶啊 因為 我也怕掉東西 那頂多戴手錶 那手錶我們可能就是 兩扣這種 比較沒有那麼好脫 但是你看如果像這種 手環 啪一下掉了 哇你在喝酒的時候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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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馬上就掉了啊 所以要小心 好不好 帶難脫的東西 難脫 難拿掉 再來看我們的鞋子 鞋子啊 千萬不要穿拖鞋 因為回家保身 光著腳好不好 穿這種半高筒啊 甚至低筒 綁緊一點也可以 讓你沒那麼好脫 啊你跑步在路上喝醉 碰碰碰碰的時候 它不會那麼容易掉出來 那你說你回家會難脫 但至少你在家裡脫了 你知道嗎 啊接著往往這裡看 雷蛇的Soundbar Deckseller的雷蛇 雷蛇的滑鼠墊 雷蛇的鍵盤 RGB的 雷蛇的這個手銬枕 然後這個是國外訂 好不好 雷蛇的幾顆 啊啊啊 我只是想炫耀一下 當然還有 手機充電器要先插著 很多時候啊 你手機充電器是這樣拔掉的 然後你另外一邊 插在上面 然後你回家裡 喝醉 你想說 喔我充電了 結果發現根本沒充電 所以記得插座 先插上 好不好 然後出門前啊 記得先把鬧鐘訂好 以防你隔天喝酒故事 上班遲到 還有這一個 大家都知道喝醉的時候會很渴 包含隔一天早上都很渴 所以我出門前 就會先把飲料放在我的窗頭 好來 我們走 還有一個小東西 像我出門基本上啊 是不帶包包的 但如果要帶的話 我會帶像這種包包 為什麼呢 如果你是帶這種包包 那你勢必在喝酒的時候 你會把它拖起來 放在某個地方 哇靠 那就會掉了 所以我喜歡帶這種包包 可以放一些小東西在裡面 那至少這種包包啊 就是永遠放在身上 我也不用卸下來 也不用放在哪裡 因為它放的都很奇怪 那就是掛在身上 這一點是神麻煩 喔對 我剛剛漏腳一個東西 褲子 我喝酒的時候 不太會穿太寬鬆的褲子 像棉褲之類的東西 原因是因為棉褲的口袋比較淺 你坐下來 你連前面的口袋都很容易掉的東西 所以我會穿稍微緊一點點的褲子 讓它可以的東西放得牢固一點 那我們現在往外面看 還有一些東西 這是我們的拍攝現場 還有一個東西要先跟各位講 好跟大家問好 這是我的貓叫Omi 然後因為它很機歪 我如果一天只要沒親貓沙 它就會搭在外面 會亂搭 所以我 欸欸欸你怎麼跑掉 所以我每天一定要親 但是我有嘗試過喝完酒 再回來親貓沙 一聞到它的大便 我差點噴在貓沙門 貓沙要在出門前的時候 就親你好 好嗎 好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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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好啦 說了這麼多也是要提醒大家 喝酒這件事情 千萬不要相信 你可以控制喝最後的自己 所有事情都要在喝酒以前 全部準備好 這樣就可以喝的安心喝的快樂 一回來馬上什麼東西都準備好 這樣是不是很棒呢 我們下期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一集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們分享以及按讚 我們有YouTube頻道 也有Facebook的Fanpage 都歡迎你們追蹤在幾下下面留言 那如果你有任何想要開箱的酒類 以及電玩商品 都歡迎來信 來訊來跟我們說 我們都可以幫你們做開箱 另外我之後還有忘了一個東西 忘記講 來看 喝酒前 記得要準備 換洗衣物在你的床頭櫃 這樣你喝醉回來 才不會光著身子睡覺 好不好 那會讓你著涼 或者是 你會撞東撞西的 去找衣物 以及小台燈要擠得開喔 好不好 下集見